可是我是覺得兩岸之間也要有一些指標 然後我們就盡量去努力 再讓正指標變成落實 副指標呢 讓它怎麼樣 越來越減少 上次我提到就是說 共同願景很重要 大家能夠集市廣益 要怎麼做就採取行動 可是我是覺得兩岸之間也要有一些指標 這些指標就是說 我覺得一種指標分兩種指標 一種是兩岸正指標 正面指標 一種是兩岸的副指標 副指標 正指標 我們列出十項 ABCDFGA十項正指標 很清楚 副指標有十項 對不對 我們把他列一二三十 然後我們就盡量去努力 再讓那個正指標變成落實 副指標呢變成怎麼樣 讓他怎麼樣 越來越減少 那這就是一個努力的目標 你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 這個叫目標設定 目標設定 正指標 譬如說 我今天兩岸共同目標的設定的研討會 我今年要辦兩場 一場在大陸辦 一場在台灣辦 對 這個就是即時廣義啊 讓整個社會怎麼樣 大家來有一個把你的這個腦力 把你的這種所有的這種資源能夠聚焦 然後共同為一個目標來努力 今天我們都是匹夫啊 每個人都是匹夫啊 三人成虎啊 對不對 十人就是立可敵天下了 如果你找的都是天下精英之士 大家就把這個事情弄清楚了 然後就共同去努力了 對不對 那這些事覺得蠻重要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兩岸之間 互設奖學金 就是說 大陸那邊給台灣的學生 去大陸接受教育 給予獎學金 台灣這邊給大陸的學生到台灣來 給予獎學金 還不是把教育當作一個商業行為 對 這些獎學金的話 我可能設在小學 設在初中 設在高中 設在什麼 設在大學 對 那可能就是說 我辦一個真文比賽啊 我小學就是說 這個真文比賽 我覺得如何來改善兩岸關係 從小學開始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呢 得獎 獎學金 50萬台幣 你看看學校會不會重視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扎根在做啊 對不對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 這些我只是說一個一個來 就是正指標 那都有實際的目標 我們設定十個 那這些是 做一年 做兩年 做三年 做四年 開花結果